最近中文互联网一些现象极不正常 有些势力极其猖狂 一些势力不仅仅舆论总动员 给教育败类陈宏有各种姿势的喜利 同时变着花样攻击那个读书为国的学生 而且以财经账号为主 还针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 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舆论闪电战 针对康辉在新闻节目上播出的一段话 冷嘲热讽大做文章 这段话是这样的 美国凭借一张成本约12美分的百元美钞 让其他国家实实在在的向美国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财富 这不是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又是什么 这些人重口一词 嘲笑这段话违背了有关货币和金融的常识 西方经济学家的拥顿们特别喜欢说常识 比如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 就特别喜欢拿常识来唬人 那个出口成赃泼妇骂街的首席是这样 他们的同行很多也是这样 他们给人讲课 一般上来就要否定中国前30年的经济建设成就 把用到30年时间在一穷200基础上 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下 克服重重困难 实现工业化 并建立起基本完整工业体系的伟大成就和经济奇迹 说成经济崩溃 落后停滞 说成是失败 因为不这样操作 他们就无法证明自由市场经济的唯一可行性 但是前30年的经济成就 事实和数据都摆在那里 他们从技术上无法否定 怎么办 那就用依据这是常识来代替论证 所以当这帮人用常识作为攻击性武器时 就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常识是否真的是常识 是否符合事实 是否有数据支持 这帮人为了结论成立 为了推销主张 他们不介意创造事实 制造常识 这几年 中文互联网上的财经播主和法律播主 历史播主 作家标签等一起 成为两面人和内鬼含量特别的账号群体 这一次他们带头跳出来 我并不奇怪 这些人本来就是分工明确 又相互协同 康辉播出的内容 有针对美元霸权地位的部分 自然是这帮人挑头 其他账号色影 他们表面上是针对康辉开枪 并且用康辉经济学进行嘲讽 但实际上 他们是针对我外交部发布的那篇习文 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极其危害 人在美国的高华攻击康辉 我倒不奇怪 但中国有一帮人跟着相装武器 意在配工 他们针对的是自己的国家 这就不正常了 当中国对美国的霸权进行系统新批判时 这些人坐不住了 尤其是还针对美元的霸权 他们就极其败坏了 美元可是美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美国用美元作为工具 收取助币税 掠夺其他国家 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常识 美国利用美元潮汐 定期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 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常识 美国利用美元地位 把自己的危机对外进行转移 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常识 美元通过大幅贬值 剥夺世界 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常识 美联储启动核动力印钞机 迅猛扩张资产负债表 搞得自己通胀 也向全世界输出通胀 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常识 美国把货币和金融武器化 还冻结没收其他国家和公民的财产 导致美元和国家信用缩水 是不是事实 是不是常识 在这种情况都已经发生 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的情况下 中国有没有理由 有没有责任 对美元收取助币税的合理性 提出质疑 发出质问 在这些吃理爬外的人眼里 这些事实都可以忽略 他们只盯着一句话 断章取义 嘲笑中国违背常识 康辉播出的那句话 本意是指 美国现在的信用支撑不了美元的价值 在外交部的文件里 那句话的后面 紧跟着戴高乐的一句话 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 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 他用一钱布置的废纸 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 而这些人 不敢反驳戴高乐 因为戴高乐也是西方人 也是他们的主 他们只敢撕咬自己的国家 世界苦美元九亿 只有这些人还对美元这么忠诚 不允许自己的国家 对美元的信用尽情质疑 这帮人口口声声说 康辉播出的这段话 违背了经济常识 说什么闹出了世界笑话 但真正闹出笑话的 是当中国对美元的地位 开始公开说布的时候 一帮披着中国人外衣的账号 却在背后向中国开枪 这种人如此胆大妄为的被刺行为 让我们不禁想起 抗战中那一百多万围军 这种现象无论出现在哪个国家 都是无法容忍的 当美国用贸易战遏制中国 明显违背了全球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原则 当美国发动科技战 用切断供应链的方式 限制中国头部高科技企业和产业升级时 也显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国际分工理论 我即没见美国的媒体人 铺天盖地批评美国政府违背规则 也没见这些中国的账号 出来批判美国违反经济学常识 这帮人势力不好吗 当然不是 他们有着鲜明的立场 所以尤其擅长选择性 就如同这一次 当中国炮口对准美国 他们枪口就对准中国 典型的维中旧美属于 美国和亥俄州事件暴露的美国问题 他们或者选择性无视 或者用中国的问题转移中国人的注意力 维中旧美这套战术 他们已经演练得很成熟 我们关注美国的问题 不是为了掩饰中国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如果在中国出现 我们一样坚决批判 类似的火车托轨问题在中国出现 是偶然和例外 但在美国却能成为日常 中国人关注美国的问题 只是想看到一个真实的美国 因为之前 美国被各种宣传包装的太好了 有人利用这种包出来的形象 让我们全盘移植美国的体制 他们每次在美国出现问题的时候 却选择掩盖美国的问题 美国的形象就是他们的命 因为美国是他们的主 他们还在期待美国来拯救中国 就跟叶文杰们期待三体人来拯救地球一样 如果主的形象毁掉了 他们还怎么指望主来拯救中国 即便他们内部有拯救派和降临派的区别 但他们都不允许对他们的主有质疑和批判 财经主播主们以为货币和金融是相对专业的领域 就可以垄断解释权 他们不知道财经主播和经济学家一样 早就迎风臭实力了 最晚从2015年的那次股灾开始 很多人就怀疑金融领域吃力爬外的两面人和内鬼的高含量 这帮人属于获取中国发展成果比例比较高的群体 但他们却不会因此感谢自己的国家 而且正好相反 他们获取的利益越高 他们对这个国家就越敌视 因为他们的很多利益是见不得阳光的 随时担心被清算 恰好在前几天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一文 16次点名金融 明确指出要破除金融精英论 维金钱论 西方勘旗论等错误思想 要严肃撑处杨凤英伟的两面派两面人 持续加大金融等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 资源富级领域腐败问题承治力度 加大对影子股东影子公司政商旋转门提前筑巢 逃逸式辞职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查处力度 坚决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纽带 在金融等领域形成惩治腐败的有力震慑 中国一边对外发布讨美席文 包括对美元的货币地位和金融霸权说过 一边对内要重点打击金融领域的腐败和两面人 有人急了 中国如果指望这些自以为懂金融的人 听他们的建议 中国能打赢金融战吗 正好相反 这些势力是中国打赢金融战的最大障碍 如果中国真的采纳他们的所谓尝试 早早彻底放开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就发生了 这帮人的所谓常识都是西方经济学头位的 美国金融和经济分析学家迈克尔·赫德森 当今世界的新型战争是经济战 不是军事战争 经济战的一部分是思想战和意识形态战 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会把学生送到美国学习经济学 西方意识形态正是中国人被派到美国学习时被灌输的内容 而美国管理自己经济的方式与教科书上所交的完全相反 98年香港金融遇到索罗斯的围攻时 香港政府的就是行为 受到美联储的批评 说这样做违背自由市场规则 当2008年美国自己遇到金融危机时 美联储积极就是 连国有化手段都用上了 西方经济学是科学吗 恐怕这帮西方经济学的搬运工也不敢那么肯定 西方经济学更接近一种意识形态 更像是一种现代宗教 有人感叹 不得不佩服西方人的洗脑技术 美国就是凭着这些千疮百孔的学说 把很多经济学精英洗脑成宗教版的虔诚教徒 不但虔诚于这种现代宗教 而且还虔诚于传播这种宗教的美国 这帮人与在话筒事件中站在教育败类 陈宏有一边攻击那个学生的群体 存在着很高的重合度 这帮人借助俄乌冲突挑拨中俄关系 恨不得中俄马上反目 以成就美国各个击破战略的群体 也存在着很高的重合度 拿破仑说 金钱没有祖国 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 何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 就是获利这句话 简直就是为中国这帮势力爬外的人量身定做的 教育界的外类能够让中国伤筋动骨 金融领域的内鬼危害性也丝毫不差 美国能够遏制中国的最大希望 一是通过舆论认知战洗脑 让中国人跟苏联人一样选择自杀性颠覆 二是通过金融爆破 洗劫中国人的财富 看看那些被美国金融洗劫过的国家 很少有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的 那美国家失去了已经三十多年 俄罗斯失去了三十年 日本失去了三十年 东南亚失去了也快三十年 美国不管在哪个国家发动金融战 要想成功 都必须有内鬼配合 都需要对这个国家进行认知洗脑 让大家接受金融自由化的理念 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没有金融自由化 美国的金融战就无法轻松搞定 最近借攻击康辉攻击中国的这些人 有一个算一个 在中美金融博弈中 肯定不是站在中国这边 这些人对美国有多少忠诚 就对中国有多少背叛 至于他们的实力有多大 可以从这次舆论攻击中 略亏全报 他们不是不知道爱国 只是他们爱的不是中国 否则 他们为什么在中国向美国发习文时 向中国背后开枪 散开架 打架 立即便